大家好,正文开始之前,麻烦大家点击订阅,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。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了解到,在2019年的国际宇航大会上,86岁的七发任院士获得了本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项,该奖项旨在表彰对推动空间科学技术有贡献的科学家。 七发任院士是我国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,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,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,中国工程院院士,作为中国知名空间技术专家和卫星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,他多年来为中国空间技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,也为国际宇航界与中国在航天领域合作打下了基础。 这是继两代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熙继院士后,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专家第二次获得IAF名人堂奖项。 据央视新闻报道,中方代表团集体缺席10月21日开幕的本年度国际宇航联大会,原因就是美国没有及时发放签证,在第七十届国际宇航大会开幕当天的第一场全会活动上,中国航天局去哪了的提问被现场观众投票置顶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此事,华春莹称,中国一直是航天多边合作的支持者,也是国际宇航联大会的重要参与方,每年都派代表团参加宇航联大会。 华春莹表示,今年7月,中方在会议召开前3个月就向美方提交了参加国际宇航联大会的初步人员名单,中国国家航天局代表团于10月12日前往美国驻华使馆面签,但直到会议开始的那一天,中方代表团团长仍然没有获得美国签证,这导致中方代表团无法如期赴美参加 今年的宇航联大会开幕式、局长论坛等重要活动。值得注意的是,2017年七发任院士在接受采访时曾称,当年我们921工程开始的时候,我袁家军到美国去是不给签证的,袁家军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的副主席,在美国开会的时候,他要去参加会,等会开完了才给他签完证。 针对中方代表团集体缺席国际宇航联大会议事,23日晚的主播说联播中,主播海霞表示,要说美国创新能力强,有一点我是挺佩服的,他们创造了不少专利,比如长臂管辖,比如签证武器化等等。 海霞称,有人已提议一些国际机构该从美国搬走,有的国际会议也可以不到美国开,那么该去哪呢?有网友说可以来中国,我觉得有道理。 他们不仅欢迎外商来投资,也欢迎国际机构,来吧,我们不管什么长臂管辖,只会敞开欢迎的双臂。 无独有偶,6月份的时候,中国人屈东玉,当选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,脱美国佬的福,外交政策曝光了一份猛料,将这次本没有悬念的选举,变得暗流汹涌,跌宕起伏。 是的,从投票结果看,毫无悬念,这显然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和美国国际话语权的衰败。 到此为止,联合国机构中的15个组织,已经有4个打上了五星红旗。 难怪美国人如此气急败坏,还专门写了总结报告,好像是中国人在破坏国际秩序一样。 所以,今天咱就好好来聊一聊,国际秩序的影响力那点事,秩序有多重要,中国人是很难体会到。 但如果你注意到今天的乌克兰,叙利亚,其实不难理解这件事,乌克兰乱归乱,基本秩序还在,叙利亚呢真是,呵呵。 为什么战争中最惨的就是平民?因为秩序没有了,一旦失去了秩序,人和人之间就不再是社会状态,而变成了黑暗森林状态,什么意思呢? 给大家找点史料,萨拉热窝围城战,1992年开始的萨拉热窝围城战,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围困,城中仅有的物资是有限的,你多吃一口,我就少吃一口,完全是你死我活的生存死局。 大家想想,为什么一个正常人在那种情况下,会成为零道德的杀人狂魔?因为秩序没有了,没有秩序的地方,道德不能提高你的生存率,相反,改于杀人抢夺的零道德人士, 才有可能存活下去,所以大家可以想象,为了活下去,不是杀别人,就是被别人杀掉,在战争中的叙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间地狱? 在那种情况下,你看到的一个人,第一反应不是他是好人或者是坏人,而是他会不会杀了你,然后舔你的包包? 事实上,对于平民来说,最坏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要好,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高大一点,会发现地球上有一个层面是没有秩序的, 那就是国家之间,平民之上有国法家规,但国家却没有拐束,这就意味着在争夺生存空间这个零和游戏中, 零道德的国家会比那些有道德的国家更容易发展壮大,说直白点,就是通过战争和掠夺解决问题。 这种零和游戏的巅峰就是20世纪贪婪和分赃不均引爆的两次世界大战,直到联合国安理会成立,这个世界才算是有了一个秩序。 虽然秩序不是很完美,虽然总有些热爱输出民主的国家总想欺负人,但总比被邻国轮番蹂躏的好, 对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来说,得到的是一个安全感,对人类文明而言是积极的,国际社会当然也给了美国回报, 如今的石油美元体系和世界霸权,就是美国人提供安全保证的工资,没有石油美元没有强大的军力, 美国不可能有发达国家最高的经济增长率,再坏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要好,也许这正是一个佐证吧。 然而随着一个人的出现,事情发生了变化,没错,就是它,作为一个网红总统,特朗普最大的罪过并非到处增加的关税, 而是他疯狂的破坏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。 前面咱们说过,萨拉热窝围城站的例子,在无政府状态下,社会眨眼间就会变成人间地狱, 而美国破坏了现有国际秩序的后果,就是整个世界回复到20世纪初那种无政府状态。 大家可以想象,这种丛林社会里边,利益分配,观念冲突,宗教矛盾,通通没有什么有效的沟通机制, 国际上也没有什么权威和法律去规范国家行为,这会是怎样恐怖的后果? 事实上,土耳其入侵叙利亚,印度吞并克什米尔都仅仅是美国撒手之后,国际乱局的前奏, 负责任地说,以后的地球还会更乱,因为在美国人拼命打砸世界秩序的时候,世界经济也开始停滞了。 在一片萧色的2019年上半年,中国GDP增长6.3%,越南增长6.7%,印度增长5.4%,菲律宾5.6%,这是目前情况比较好的几个国家, 美国还行2.5%,法国1.0%,日本0.8%,德国0.6%,意大利基本为零。 更惨的是,保持增长的只有34个国家和地区,其余都在负增长,一边砸国际秩序,一边是大家抢剩下那点蛋糕,不发生流血冲突,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 这种情况下,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秩序,但美国却在退群,还带动英国托而未决,将世界彻底导向危险的无序化和碎片化。 这种情况下,世界呼唤一个负责任的大国,重整秩序。 这个时候,中国人站起来承担责任了,要说世界秩序的维护者,其实是不值钱的,值钱的是那把交椅,世界人民需要秩序,不需要美国,美国不想干可以走人,我们大家再推一个盟主出来就是。 但是美帝从不这么认为,虽然美国在放弃自己的国际责任和国际影响力,但它并不希望中国去填补这些,哪怕世界因此陷入危险的无政府状态。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选举,可以看作是中美围绕国际组织话语权的一场威信斗争。 小编就闻关乎14亿人饭碗的这一仗,中国胜了说过,粮食是国之大忌,如果这个位置坐的是自己人,美国人捣乱的时候就舒服很多。 欧洲方面推出法国前农业部长凯瑟琳,而美国则找了一个格鲁吉亚人,那个你等一下,美国的意图是阻止中国候选人当选对吧? 那你直接支持法国候选人不就行了吗? 那个格鲁吉亚巴掌大的地方,欧洲最穷的国家排名前十,有多少地可以中,有啥先进经验可以推广啊? 美国人的意思非常明白,就是指路为马,甚至在选举前还发了外交召会,警告各国不得向中国投票,不过正是得益于美国这一波骚操作,让我领略了美国人真正的国际支持率。 吉尔瓦利泽拿了几票呢?一共12票,乖乖,就是让蔡英文上去,估计也不止12票吧,台湾省那些邦交国好歹也有15个呀,投票结果一出来,美国人都傻了,打脸不带那么打的。 这件事往小了说,就是108个国家都希望中国可以分享农业和扶贫经验,帮助他们吃饱饭,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视角看,大家寻求的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国际秩序,不是现在这种经济靠中国,均是靠美国的安全,而是整个地区稳定都依靠着中国的安全模式。 世界各国的想法显然是在摸老虎屁股,美国人搞出这么一个霸权,吃了几十年的红利,他当然知道这种主导地位意味着什么,美国退出可以,制造混乱也可以,但中国要接盘,万万不可以。 不过,好像美国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员到底有多么差,或者说把大家对国际秩序的认同,当成对美国的认同,世界需要美国吗? 现在看来好像真的不需要,在190多个国家中,108个倒向中国,美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,同时也预示着美国破坏秩序,制造混乱的图谋,还真不那么容易得逞。 虽然几率不大,不过这件事情也许会出现在外交部记者会上,那个回答我都想好了,希望华杰采纳,美国人是不是对自己的国际影响力有什么误解?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,分享,订阅,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,就这样,我们下期再见。